好久不见的布袋戏台 配上福禄寿三仙戏偶 这是国宝大师 陈锡黄剧团的经典戏马半仙 这回旋在疫情后演出 要带牢新迷回味当初的感动 陈锡黄大师跟爸爸李天璐一样 是位布袋戏操偶师 其实九岁创立传统布袋戏团 甚至还被指定为国宝大师 这回再出现在大众眼前 就是要唤起大家对布袋戏的重视 文物的种术化 有到两千八百多件的 新田社布袋戏过去捐责三千件 稀有文物台服馆选择 在今年一集演出 包括百年金拳同戏台 都搬到馆内 宣制博物馆也担起修复大任 要先除虫除胶修补衣服 更修制出动X光 看人偶戏结修复 应该是看电视吧 不知不觉中就喜欢上布袋戏 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了 然后我们是从就是到处看戏开始 到他的三年级二年级开始 会想要自己有就是创作 不知老一辈喜欢布袋戏 有年轻学子 钟情人偶 正回根设置了心理测验 测试您是哪一个角色 希望能打入年轻层 让传统记忆继续传承下去 把新闻将您闻明显台北冲暴动